敬离 廖民和尚 敬离 撒迦正空上师 敬离 十六世大霸王喀玛巴 敬离 图登达尔吉上师 敬离 谈承三宝 敬离 今天的父母祖尊 同修本尊 地藏王菩萨 敬离 师母 敬离 喀玛巴 敬离 喀玛巴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阳光武功团 成员如师姐 天音雅夜和尚团 秋奇君师姐 廖丽云 师姐 廖丽云 师姐 庄俊耀医师 庄俊耀医师 欢迎大家光临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我们是做这个地藏王菩萨本尊法的同修 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 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有净土 他的净土就叫脆为净土 脆 是很利涩的 那为 是唯妙的 这个意思 那么地藏王菩萨呢 那么地藏王菩萨呢 是师尊的佛拉格 兄弟 以前 以前 他每一次要 这个 救这个地藏的众生 那一定要 要得到地藏王菩萨的 也就是 官房 官房 就是他的 他的允许 要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允许 因为地藏王菩萨跟 师尊是 伯拉德 像兄弟一样 所以 来去 地藏 都很 很简单 都比较简单 我这一次 下生人间的时候 地藏 毕尊王菩萨 给我一位他的侍者 一直在我的身边 这尊士者呢 也可以讲 他就是 我的父法 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他会出现 那么这个士者呢 也是很 微妙的 刚刚好 这个 姚思金母 跟阿弥陀佛 都进入我的这个 逝者的心 化成一尊很大尊的 大力金刚 那可以这样子讲 这要是金母 阿弥陀佛 跟这个地藏王菩萨 三尊合一起来 他就是 大力金刚 是这样子的 也可以这样子讲 他就是 要是金母 阿弥陀佛 年花童子 合一起来 这 大力金刚 我以前的本尊 也是地藏王菩萨 我常讲三王 三个王 一个是佛王 就是阿弥陀佛 一个是先王 就是姚思金母 一个是帝王 就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我记得很早以前 那我看到很多泥人 泥 这个泥人呢 是人 但是他粉身都是土 土掩埋了 盖住了他整个全身 那看见的时候啊 都一大票 哇一大票的人 都是这样的人 那么他们都到这个地狱去 然后不久呢 我就看到了 这个 那个叫什么村啊 在台湾那一个村 叫小林村是吧 小林村 整个被掩埋 被土石流整个统统掩盖 掩盖住 那 所以我看见那些泥人 全部到地狱去 隔不久 就是大地震 那土石流把一个村庄全部掩埋 那个村庄里面还有真佛中的弟子 有真佛中的弟子 弟子只有两户人家 两户人家是真佛中的弟子 其他都是天主教的 其他都是天主教 结果这两户人家 他被那个土石流不是掩埋 而是把他推 推到很远的地方 推到很远的地方 推到土石流没有到的地方 他的屋子 是突然间浮在土石流上面 然后把他们推 推得好远 这两户人家是佛下来的 这佛下来的生活中的弟子 其他全部都没有 这个是很奇怪的 是 那个弟子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他也是住在小林村 他一样住在小林村 那来的时候 既然土石把他的房子整个掀起来 他变成 两支船 在土石流上面 这样子跑 一直淹 一直跑 一直跑 他们 等他醒过来说 不知道跑到哪里 他整个村庄都不见了 所有村庄的人都死了 只有这两户人家没有死 那这两户人家 刚好是正活中的弟子 所以这个唯妙就是在这里 这个特别的 很特别 地藏王菩萨很伟大 他救护众生 那这个地藏王菩萨呢 是师尊的 有三个本尊 那我有三个本尊 所以莲花童子 也等于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也就是莲花童子 那么在我们 中国四大名山里面 有三个本尊 有三个本尊 这个九华山在安徽吧 安徽九华山 他是有一个叫金桥节 金桥节 他是在九华山做道场 以后九华山就变成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这九华山来九华山的这个金桥节 是哪里人 是Guriyah的人 是高丽 高丽人 他是高丽人 那我一生非常敬佩这个地藏王菩萨的 的精神 地义未空啊 誓不成佛 地义如果不空 那么他就不成佛 那刚好师尊的誓愿 跟地藏王菩萨的誓愿 也差不了多少 沙佛众生没有度尽 那永远 会再来 永远 会再来的 大圣佛教的精神 就是以地更根 为第一 那么刚好 我坦白告诉大家 你每一个人都修本尊嘛 那你的发的愿 一定要跟本尊的愿 要一样 才会想念 你发的愿 跟本尊是违背的 那你要相应就很困难 所以这个 我们佛教不是讲信 愿 跟行吗 信 你就是 信仰你自己的这一尊本尊 你相信他 愿 你的愿望要跟本尊相同 实现了本尊的愿望 你去实践 由你来实践本尊的愿望 行 你发了愿 你就要去做 叫做信 愿 跟行 阿弥陀佛也一样啊 他教你了 要到他的净土 信 愿 跟 辞明 这三者 一定要祭备 辞明 也等于是行 也等于是行 所以 师尊在 跟阿弥陀佛也养成习惯 你不知道我在做福利挺身 我在做福利挺身 在佛陀佛 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刚好三十下 我在做福利鼎声的时候 在佛菩萨面前做三十下 我就念了三句佛 这个大家都想不到了 师征有一个保护肾脏的方法 也是用手去摩擦肾脏的地方 每一次洗澡的时候 一定要做差不多两百下到三百 来摩擦两百次跟三百次 肾脏的地方要摩擦的 要抹的 这古人在教是用拳头 拳头这样子摩 那我用手这样子摩擦他的肾脏 我一样念 三百下你一定要念 一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二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三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四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五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六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七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八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九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十二三四五六阿弥陀佛 这样子就一百下了 每天在念 无形之中你就念佛 无形之中你都是在念佛的 摩擦三百下就变成念佛 念成习惯了 每天晚上睡觉 我也念了 南无三十六万一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奥 阿弥陀佛 就是养成这种念佛 这就是信 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愿就是愿往生西方佛果 行你就是持他的名 这个就是净土 净主中的修行方法 不管任何时候 你都在修净土 那我们生活中包含了 我最早的时候是修净土 以后就养成习惯了 信 愿 行 地藏王菩萨也是他的愿望 你相信地藏王菩萨的净土 那你相信地藏王菩萨的愿 而且你发的愿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他的伟大地方在这里 那你的行为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宁处地藏王菩萨 宁可出在地藏之中 出在地藏之中不是受行啊 是在摧违净土 然后度发众生 行也就是这个样子 地藏王菩萨 他是在度发众生 这个释迦摩尼佛 涅槃 他把延福地众生 附属给地藏王菩萨 那么多的菩萨那么有名 文知师利菩萨 那么有名的文知师利菩萨 法王子 文知师利菩萨 文知师利法王子 都是这样子叫的 在法言里面 文知师利菩萨是法王子 大菩萨 很大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在净土三尊之中 观世音菩萨是法王子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菩萨 文殊菩萨 跟这个观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都是大菩萨 只有 把延福地众生 沙博世界 附属给地藏王菩萨 释迦摩尼佛 最后的愿是 附属给地藏王菩萨 只因这个地藏的像 它是属于 生文像 生文像就是理了光头的 就是生文像 其他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留着法的 是留着法的 这个文树实立菩萨 也是留着法极的 也是留着法极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讲 文树 文书 这个八大菩萨 这个八大菩萨 观世音菩萨 另外西空场菩萨 也是大菩萨 除盖章菩萨 在金太场部 它有这个虚空场宴 有这个除盖章的宴 都是大菩萨 金刚守菩萨 八大菩萨 它只赴给 地藏王菩萨 可见 这个地藏王菩萨 非常出胜 虽然一般的名字上 都是以观世音菩萨为主 跟文树实立菩萨为主 他们都是法王子 那今天呢 就简单 跟大家讲 地藏王菩萨 我们再来谈道果 一开一点就好 因为两个在一起 经常会吵架 其次 世间道中又另有一支分 在世间道中里面 另有一支分 内一分七 这个七呢 也就是 也就是烈士生定之音 烈士生定音之广收 这几个解释 这几个解释 世间道的七支 世间道的七支 烈士生定之音 烈士生定音之广收 这样一支弹如意 水又彈这为一支 parcel上天二支 孤席 本来是一的 然后他把它分成世间道众 世间道 道终又把它解释成为七个 生病之因 你为什么能够心能够静下来 这个原因在哪里 心能够静下来的原因的 比较广泛的说广泛的讲 这个离遗律道 离开遗佛 离开律道 去思想这个真正的真谛 试觉醒 试种的 如何让你醒过来 得到觉悟的方法 念注音 你的念头 为什么能够停住 可以只念正断果 其实断果 就是我们在密教里面 以前学过的 侧切 跟talk 其中的侧切 就是正断 得到 得到的这个果 归结 就是全部把它总结在一起 我简单 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 生定之因 生定之因 这个生定 要产生这个 你能够定下来 而且能够把念头指掉 念头指掉 是正断 就是定 非常的难 定非常的难 为什么让你会觉得 想要做禅定呢 想要定下来呢 想要无念呢 是什么原因 让你想这样子做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我们 一个是生 你出生 一直到死 这是一个阶段 你去坟场走一走 以前佛教徒 常常叫人家说 到坟场去走一下 为什么到坟场去走 就是让你看看 你将来 让你的欲望减少 断掉欲望 断掉烦恼 去坟场走 有什么好处 这里面所埋葬的 有些是你祖父 祖母 你的父亲 母亲 都会埋在那里 父亲母亲 走了 都化成灰了 你常常去看他们 在想想自己 将来一样 你也会埋在那里 或者放在灵骨塔 这个时候你就想到 那我将来 六道轮回当中 我如何到了上层的轮回 而不下山土 这时候你就想到 这时候你就想到修行 你看很多 银银众生 都埋在这个大地上 水葬的跟水流走 不见踪影 火葬的变成了一堆飞 成了一个纪念品 将来你都会变成这样子的 这样子才能够产生定 所以有一个大师 他在头上 晚上睡觉的头上 就写了一个死字 死 他是警惕自己 有一天 大家都会死 所以这个辅人的 辅人大邪 不是辅人大邪 好人 好人 他像命的 你一进来 他就跟你讲 你小心啊 你今年有死劫 你死劫 你一去听害怕 我有死的劫数 如何劫 当然 我给你改印 就可以劫 改印要多少钱 有的会讲价钱 差不多三十万吧 三十万 然后你一进到项命馆 他就讲 你会死啊 你就怕到了 哎呀 我会死 其实大家想一想 你当然会死啊 他讲你 你会死 那是正确的 他也没有讲错 怕的是你自己 你被辅了 你就想改啊 把这个死的劫难 给他改掉 然后我们这个上师们 在这里 他们每一个人 几乎都是恐吓大师 都会恐吓的 哎 你烘瘦有问题 你全家会死光光 你几年之内 你会发生什么 这个 车祸 会什么灾难 这个都是恐吓大师 恐吓的 他们给你恐吓的 你按照日常的生活 这样子去修行 管他未来怎么样 你就不会被骗 按照正法去修 你就无据于死 反正人生自古谁无死 人家闻天祥讲 留起担心照汉清 人生自古谁无死 人生自古到现在 谁没有死 都死 他形体都没有了 就算彭祖活了八百多岁 他照样要死 越佛越得忧郁症 因为起来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死了 起第二个老婆 第二个老婆也死了 第三个老婆也死了 第四个老婆也死了 第五个老婆也死了 不止老婆死了 连自己的孙子 儿子都死了 连自己的孙子都死了 你不得忧郁症才怪 你活那么久干什么 除非你是在红法 在修行 你只有红法跟修行 人生才有意义 你没有红法 没有修行 你人生有什么意思 佛这干什么 他娶了好多老婆 彭祖起来不知道多少老婆 妻子也死了 儿子女儿也死了 孙子也死了 我们台湾人讲 甘阿孙 孙子的孙子也死了 全部死光 他还活着 你说 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反正大家要死一起死 所以不要被人家 被恐吓大师恐吓 我们上师当中 有很多会恐吓人家的 你将来会很惨 你将来会很惨 你的先生 是你的前世的焉家对头 你的儿子 是你的仇人来的 一大堆恐吓 实在受不了了 本来人活得好好的 信了正佛宗 结果被恐吓死了 本来你在人间就活得好好的 也没有什么害怕 你信了正佛宗以后 跟随某一个上师 这某一个上师 专门是给人家恐吓的 你笑破你的胆 笑破你的胆 那肥了他人 受了自己 没办法 正定的这个原因 就是在这里 你要了解 这世间不是永远 金钱不是永远 你赚了很多钱 不是永远 生了儿子 生了女儿 生了孙子也不是永远 子宁也都会不存在的 跟你一样 然后金钱也不是永远 身体健康也不是永远 将来你老了你就知道 我常常跟我妈妈讲说 跟我妈妈出去的时候 看她走路那么慢 我说 妈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 她说你老了你就知道 她就这样子跟你讲 现在换自己了 换自己当她祖父 现在自己知道了 为什么会走那么慢 你力量越来越少 力量越来越少 年轻的小孩子 跑起来 你大人就追不到的 他一跑 哇 你去追他 他跑得更快 你就追不上他 老了你就知道 因为有生老病死 这些因素 就是生定之因 产生你要解脱自己 你要禅定 由禅定再产生智慧 由智慧又产生定 这个禅定跟智慧 就是你神成佛的两个翅膀 你要成佛的两个翅膀 必须要靠你的禅定 靠你的智慧 你才能够成佛 那我们上师啊 法师啊 这个 红法人员 千万不要去恐吓 那个 没有写佛法的人 或者是没有知识的人 没有知识的人 不要去恐吓他们 你知道他们有难关 你就教他们如何度过难关 度过难关 这个是最重要 而不是去恐吓他 恐吓取材 恐吓取材 江湖述士 都是用这一套方法 叫做恐吓取材 所以有的时候啊 很多的这个修行人 用了三个方法 去 用了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吹鸣 把你们每个人都吹鸣 吹得迷迷糊糊的 这样子 那 红法人员用的方法 第一个吹鸣 吹鸣就是把你吹得 跟他一起走 第二个 用的方法 是洗脑 你不相信吗 我讲一百遍就变成真的 其实是假的 他每一次都骗你 一次骗你 两次骗你 骗了一百次 你都认为是真的 他自己也认为真的 其他的人也认为真的 那是什么 那是洗脑 把你脑袋洗干净了 全部变成 他的语言 灌到你的脑海里面 这个就叫做洗脑 把你脑袋的念头拿开 全部放进他的念头 在你的脑袋里面 叫洗脑 第三个方法 就是吹神牛 吹牛不算什么 吹牛大家都会吹 但是他就是喜欢吹神牛 吹神通的牛 这一点他 用这三个方法 就可以把你们身上 所有的钱 变成我的钱 吹鸣 洗脑 吹神牛 记住这三个方法 你们将来要聚财 要赚钱 用这三个方法 是很好用 但是 最终的结果 是下三二道 千万不要做 我不骗你 我现在讲的是真的 吹鸣 跟着他的脚步走 洗脑 放他的脑袋 把你脑袋 放成他的脑袋 第三个 吹神通牛 你的心 到最后呢 发觉自己钱包的钱都没有 为什么 恐吓起财 吹神牛 全部都是恐吓起财 这三点要注意的 生定的原因是因为生老病死 你看透了 看开了 就能够有 就能够有成就 你产生定力了 不会被洗脑 不会被催民 不会被吹神通牛 骗了 这个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你儿讲 对爸爸讲 我要上柔道课 日本的柔道很有名 父亲讲 你孩子家 不要写柔道 女儿说 为什么呢 父亲讲 你孩子有了武功 谁还敢娶你 女儿讲说 爸 你错了 我还有了武功 谁敢不娶我 这是两个思想 一个谁敢娶你 一个是谁不敢娶你 这两种思想 非常的重要 你要了解 你要懂得智慧 你有智慧了 你自己有定力了 谁来摇都摇不动你 谁来动都动不动你 你没有定力 就像墙头草 轰吹两面倒 你自己要产生定力 你修行 一定要修出 你自己本身的定力 你做得很正 所以推不倒你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定 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生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什么是死 由于看了这些 看了很多 你开始要写定 写禅定 禅定的话 一定是你的念头 先止住 这里有讲 这是人间的世间道 你先要有禅定之因 就是因为你在这世间 你看得清楚 你终于想要写禅定 就是有这种 这种原因就是在生老病死 畜生你 你需要解脱 杀佛世界 成就佛菩萨 这就是定之因 这个小民讲 即使我们面前站着十个美女 只要你一出现 他们都会黯然无光 哇 这个女孩子好高兴 讨厌 其实他高兴的时候就讲讨厌 讨厌 我有那么 那么大的光彩 可以去把人家造人吗 小民讲 这倒不是 是因为你太胖了 挡住了十个美女的光 其实 这是一般来讲 吃的欲望 跟睡的欲望 你吃的欲望没有断 你一定会胖 所以你必须要断掉你的欲望 断掉吃的欲望 我看师母每一天 人家菜端给他 一盘 他没有吃完 第一个 他先用干净的筷子 把那个菜 退出去 退出去 他这个东西 不吃 那个不吃 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怪不得他会那么苗条 只有脸大好看 他的脸天生就是大脸 我以前称他为 Pizza face Pizza 像Pizza的脸一样 Pizza的脸还好 他跌倒不用怕 啪 再起来 然后还是Pizza 再怎么跌 他也不会碰到他的鼻子 那师母的身材很好 他年纪大了 大部分都会 背欧巴桑 欧巴桑 背背倒壳倒壳 这个真的是 他能够断掉他吃的欲望 断掉吃的欲望 能断掉吃的欲望 就能够苗条 不能够断掉吃的欲望 你就一定会 会肿起来 一定会肿起来的 因为 对我们用口关系嘛 对 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对不对 然后 就是这样子 会甜的是香瓜 会苦的是苦瓜 一定是这样子的 都有因果关系 你种什么 得什么 你不种 你会肥起来 我才觉得奇怪 你那么贪吃 你说你要减肥 你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嘛 就是要克制欲望就行 所以 生定之因 你要断掉贪 的念头 贪的念头 就能够生定 有一家公司的老板 喝多了 喝多了 就讲说 突然喝多了 有时候讲话就会 就会 就会比较快一点 他讲 年底公司发给福利 送每一个星座 员工 员工 对应的礼物 哇 他喝多了以后 既然讲说 你数什么星座 我就送你什么 金牛座呢 就送给一头牛 白羊座呢 就送给一只羊 白羊座送给一只羊 双鱼座呢 送两条鱼 鸡蟹座呢 送大甲蟹 大甲蟹 有一个 员工呢 就 非常的快乐 乐不可知 众人就不解 为什么你那么快乐呢 他就大声喊 我是 处女座 处女座 那个老板不是要送给我一个处女吗 他是很乐 但是呢 老板会送他一个处女巡 什么叫处女巡 巡就是一个虫 一个巡 什么叫做巡呢 还是螃蟹嘛 对不对 螃蟹 螃蟹有处女巡吗 有啊 还是有处女巡 所以我们这个 像这种笑话 你想 你是什么星座 我送你什么 这是老板本身的 一时口快 讲出来 事实上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东西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便宜 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便宜 或者轰送 一切都是要努力精进才来 所以不管你是在世间到 在初世间到 全部都要很精进 都要非常的精进 精进是属于这个 每一个行者都要的 这里面有烈士生定之因 他简单的讲 生定的原因就是 生老病死 烈士生定因之广说 就是比较广泛的 广泛的讲 来讲 像密中道次第广论 就是广说 所有的密法他都提到 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谓广论也就是广说 就是讲了很多的 这个离以律道 你要离开疑佛 离开疑佛 当你信了佛以后 你就坚定佛本身的教法 他的正法 信仰他的真法 不要有疑佛 不要离开疑佛 不要去疑佛这个道 疑佛这个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修行当中 你当你还没有相应的时候 你会产生疑佛 但是不要疑佛 你只要正精进的走 这条道路 终于会达到 你所希望的 那一个境界 会产生出来 没有相应的 他会达到相应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 三叶 转成了三密 密教是属于三叶 转成三密 也就是生口异业 转成生口异的三密 这里又有一个念注音 你念头能够停止的原因 是在哪里呢 其实也就是 生定之音 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很难停止 很难去停止 你念头能够给他止住来 叫止念 那么在真佛经里面写到 无念为正结佛法 你没有念头的时候 就是变成 佛陀所讲的 所谓的 智慧空 智慧的空境会产生出来 你智慧空了 你念头就没有了 你就能够产生定 禅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禅定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要学禅定 很多人学禅定 学了很久 还是脑袋里面 胡思乱想 你要从念头走索 念能够停住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跟这个好像是说 生定之音也是有关的 你看透了世间 你就能够有生定之音 也就念头能够止住 念住音 这个北京 有一个 那天我们在 吃饭的时候 就有这个笑话 北京一个男子 到内蒙古大草原旅游 一下车就来个深呼吸 我的妈呀 空气太新鲜了 质量太好 不料 身体一下子承受不了 这么干净的环境 当场就 中毒了 分了过去 救护车及时赶到 就问 病人从哪里来 从北京来 这个急救人员 将氧气筒的软管靶下 接到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让他吸了几口 他慢慢就醒过来了 然后轻轻地讲 妈的 这才是家的味道 老实讲我经常有这个感觉 从西雅图回到台湾 实在是不适应 台湾的空气 雾霾也很重 听说现在出门都要戴口罩 尤其是中部 尤其是中部 我住在中部 北部的山区可能好一点 北部也好一点 南部可能也好一点 因为中部有火力发现场 那么多的场在吐那个烟 那我们回去就好像是说 我鱼游在西雅图的空气之中 回去把一只鱼丢到这个臭水沟里面 一下子就冰堵 冰堵 完了 所以有时候回去 会一下子接触到那个空气 马上就感冒 就一个月 全部在感冒之中 那从那边回到这边来的时候 又感觉到 哎哟 这个发粉到处飞啊 也中了毒 空气太好了 发粉到处飞啊 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很清凉的空气啊 其实里面也有毒的 所以一下子跑臭水沟 一下子跑到这个最干净的水地方 西雅图的空气太好 又回到臭水沟 又从臭水沟回到这个干净的水 翻来覆去的 哪能不病啊 不病才神经呢 这个很奇妙的哦 这也是讲 这个原来我们住在大染缸里面 被染酒了 不适应 有些人啊 他生活在这个红尘 沙坡世界住久了 一死到极乐世界 突然之间 啊 这什么极乐世界 无聊死的 我女朋友都不见了 当你一个人跑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一看左右 我的亲友都没有来 只有一个人 在极乐世界一定会得忧郁症 还好了 那时候每个人心都相通的 有一个人快乐 所有的人全部快乐 就这样子 就像这样 沙坡世界是怎么样子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 让宠物不会说话 因为宠物知道我们的秘密太多了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子 有一个老公 他经常牵着狗去溜狗 有一次 他老公出差了 那个狗 就没有人带他去溜 那老婆就带着这个狗去溜狗 这个狗啊 他 这个老狗是路 老狗他懂的路 他就一直走一直走 那溜狗 那太太就跟着他走 一下子 一下子 怎么带他去一个家 那个狗就在抓那个门 老婆一敲一敲打开这个门 天啊 原来是小三的家 你自己要注意到时候狗就把你带到小三的家去 这红尘啊 沙伯世界 他会污染人的心 当他把你污染了 你不自觉 你没有自己感觉 感觉不到的 你完全被污染 深处在污染之中 不知道如何解脱自己 这是人本身的一个悲哀 这个好像 我们在晚餐的时候也讲过 朋友买了一副书法放在家里 他老婆很高兴 先生也很高兴 从此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 他老婆是从右边念的 老公是从左边念的 小日子其乐也融融 这一副这个书法是太太怕我 太太怕我 这是老公从左边念到右边 是太太怕我 老婆是从右边念到左边 我怕太太 这样子家庭就圆满 家庭就圆满 这个还是有念的境界 有念头的境界 如果没有念头的境界 管他是什么老公老婆 谁怕谁啊 乌龟怕铁锤 蟑螂怕草叙 谁怕谁 我们弄一个谁怕谁就可以 老公念谁怕谁啊 他也很乐 老婆念谁怕谁啊 老婆也很乐 两个都乐 所以这个在邪秘法上面 是必须要圆融的 总结来讲 是一个大的圆满 这几个世间盗奏 世间盗奏的一支 像正断 也就是念头把它斩断 正断的果 要知道 你当你的念头断了 你马上虚空中的智慧 会进到你的脑海里面来 我是称为法流 法流会进到你身体 你把自己身体变成空了 空气也会进来 空也会进来 宇宙的法流也会进到你身体 你就会产生智慧 这个时候就叫做觉醒 你就已经觉醒 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一切都会觉醒过来 你会醒过来的 当你斜了定 空了心 得到的空的真谛 你就会觉醒过来 早上去买早餐 听说前几天 这个老板跟客人打架 那么我就问了 老板 你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老板讲 哪天生意正在忙 有客人来店里导弹 说我的油条太硬 这时候我就讲 真是太扯了 那你们的伤势怎么样呢 老板讲 客人的头上红那三针 掉了两颗牙 那我就问 哇 这么严重啊 你哪怎么打他的 老板讲 我气不够 这顺手哪拉 油条打他 人在弥腹当中 是不知道自己弥腹的 真的 人很重要 这个人会产生感情 人只要产生了这种 对某一个人的感情的时候 你是会被他牵着走的 因为你那时候 你没有理智 你只能够跟着他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必须要有智慧 有判断的能力 智慧判断的能力怎么来的呢 从师父教的 十六四道把王 喀玛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我经常跟大家这样子讲 太耗鸣的 绝对不是好丧事 太贪财的 也绝对不会是好丧事 以前也讲过了 在抢着地盘的 占地盘的 绝对不会是好丧事 真正好的丧事 他很精进努力的弘化 他也不要名 也不要利 也不要地盘 这是真正的好丧事 所以你们眼光要 要睁开啊 什么是好的丧事呢 他不要名 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 也不要利 一切都给众生随意 也不要争说 哪一个事是我的 哪一个堂是我的 哪一个会是我的 也不用这样子争 因为你只是红华 事堂会 任何一个地盘 你都可以不要 你都可以不要 十六字大把王 卡玛巴讲 这三点 多做得到的 不贪民 不贪力 也不贪地盘 这个是真正的好丧事 很满的声音 很满的声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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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